1993年,陈云俊出生于宝岛的苗栗 7岁开始便接触篮球 10岁加入校队开始正规训练 小学6年级,他就曾代表苗栗大同国小,拿过冠军 初中时期也率领名人国中夺冠 高中时期他效力于能人家商篮球队,开始崭露头角 宝岛的高中篮球联赛HBL已经有34年的历史 能人家商这所篮球名校拿下过4座HBL总冠军 陈云俊刚进入高中就拿下了HBL新人王 并且把能人家商史上首次带进总决赛 第二年也打进总决赛 从小就天赋出众的陈云俊一路冠军拿到手软 高中三年两次助攻王,一次向端王 后卫线上无人出其右 他除了在控球、传球上的天赋以外 个人的得分到防守能力都是非常出众 当年他被寄予厚望 但始终无法打破胡隆帽所在的松山高中对HBL的统治 连续三年他始终碰不到那种梦寐以求的总冠军奖杯 2010年U18亚青赛 他场均11分3.6篮板1.9助攻1.6抢断 带领球队击败伊朗拿到季军 成功获得世青赛资格 U19世青赛上由于整体实力不计 难求一胜 陈云俊算是球队少有的亮点 在唯一一场战胜突尼斯队的比赛中 他砍下24分8篮板6助攻 三项数据全部是队中第一 要知道同样是93年出生的郭艾伦 已经在CBA打了一个赛季 而陈云俊还只是一名高中生而已 前往NCAA是HBL顶尖球员的重要选择 这自然也是陈云俊那时的梦想 高中毕业后由于语言不同 他先是到了美国北卡的盖斯顿高中 读了一年预科 然后进入NCAA二级院校贝尔蒙特大学 大一时因为学习成绩不达标 被红杉一年无法打比赛 大二终于可以出场表现不俗 到了大三他在场上已经越发成熟 成为球队绝对主力 越打越好 大四毕业后 本来准备回去参加SBA二选球 但出色的表现得到了NCAA一级联盟的 雷伯蒂大学的青睐 并送出奖学金 要知道 NCAA从二级转上一级联盟的案例并不算多 这也意味着陈云俊将迎来更大的挑战 他以运动管理专业硕士生的身份 打了一年NCAA一级联赛 但这条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那一年的数据非常一般 但他却打满了球队35场比赛 积累了不少一级联盟的比赛经验 赛季结束后 陈云俊结束了六年的旅美生涯 大学生涯期间的2014年琼斯杯 与伊朗一战 他一人独得33分 并在那一年的武汉亚洲杯 以二队阵容出战的中华台北 84比73击败了拥有周琪 陶汉林 赵基伟的中国国奥队 这是中国队 继去年亚锦赛和东亚运动会之后 连续第三次输给对方 到了2017年琼斯杯 陈云俊场军贡献20点4分 将赛事得分王和助攻王收入囊中 并入选最佳阵容 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 陈云俊威风八面 击败匈牙利 再破墨西哥 在台北小巨蛋主场火爆的氛围中 他狂砍26分 七篮板 十助攻 以四分优势击败韩国 大运史上收获最好成绩第13名 自此陈云俊也奠定了 他在球迷心中空位一哥的地位 比赛结束后 陈云俊追随林志杰的脚步 加盟CBA联赛 2017年CBA选秀大会上 手握第一顺位签的八一队弃拳 广州队如愿拿下的陈云俊 成为史上第一个来自宝岛的状元 广州队和他签下了一份 长达六年的合约 最后两年他还有球员选择权 刚加盟球队时 广州在后场拥有 吸热丽江 罗旭东 以及小外福格 陈云俊并没有太多 稳定的上场机会 直到CBA生涯的第三年 他从一位只能打替补的菜鸟 逐渐变成打满 整个赛季首发位置的主力球员 在稳定的出场时间里 他的数据再次提升 俨然已经晋升至 国内一线后卫行列 但那时的广州 还是没什么人关注的弱旅 直到伯乐 郭世强的到来 才让他得以兑现 自己状元郎的天赋 在老叔的精心栽培之下 陈云俊进步神速 一日千里 不知不觉 他已经跨入联盟顶尖 双能位的行列 他身上的潜能悉数发挥 俨然成为了广州的小外援 他在个人进攻和传球之间 找到了很好的平衡 总能在机会出现的时候 第一时间送出助攻 对阵山东单场送出22个助攻 是他在传球方面登峰造极的作品 22年以来 没有人超过这个数字 在CBA的历史上 22次助攻排名历史第二 仅次于李群的28次助攻 本赛季常规赛 他在本土球员得分榜排名第四 助攻第一 这是陈云俊在自己的第五个赛季 交给球迷的一份打卷 毫无疑问 他已经成为一个 令所有后卫线都头疼的球员 当球迷们在过去几个赛季 不停讨论着郭艾伦 孙明辉和无前 谁才是CBA第一后卫时 陈云俊的名字 就这样闯进了这场讨论之中 CBA选秀出身的球员中 有很多都沦为了球队的过客 甚至有的连灰毛巾主力 都没资格轮到 从出入联盟时 球迷口中的 宝岛第一后卫 到近几个赛季 没提比下的广州保罗 再到如今常规赛MVP竞争者 头衔上的变化 足以说明他在能力上的进步 常规赛对战广东 陈云俊打疯了 连续命中三分 甘霸跳投 他在41分钟里 用了各种投篮手段 展现了他在三分线外的火热手感 没有人能够防得住他 全场比赛 陈云俊的三分球16投9中 命中率高达56% 全场比赛看下惊人的43分 在陈云俊之前 能够在广东南南的强运防守中 得到40分以上的本土球员 只有8人 他也成为林志杰之后 首位得分超过40分的宝岛球员 陈云俊的愈发稳定和成熟 对于广州南南来来说 是本赛季最大的收获之一 陈云俊也回报了广州 他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 也带领着广州快速进步 从联盟排名下游的球队 一步步成为如今的季后赛队伍 广州队在季后赛复加赛中不抵山西队 面对高强度的防守 他的发挥并不稳定 虽然他没能帮助广州队打进8强 但是他依旧在季后赛中有很大的收获 目前广州队已经回到了训练基地 并且召开了庆功大会 他也继续开始苦练 这个夏天他会更加努力 今年陈云俊才29岁 他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我们期待下个赛季 他带给我们的惊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